Hello Happy Wednesday 今天我終於要來拆箱了 已經講了好久好久 好 今天我們要拆箱的是 Dior的限量聖誕calendar 那它打開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非常繽紛的圖 那他們這一次 Dior是跟Alice Shirley 英國插畫家一起來 設計合作的一個 Montania靈感的一個圖 那講到Montania呢 我想要來講一下它的起源 Avenue Montania是Christine Dior 它在創立它Dior的品牌的時候的創始店 所以你現在即使去巴黎 你還是可以去Avenue Montania去看 那因為它是Avenue Montania 所以有人翻是蒙田大街 那也有人是說是蒙田大道 那在1904年呢 Christine Dior她在法國Normandy出生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是個富有的商人子弟 她的父母希望她從政 所以她去讀了巴黎政治學院 那巴黎政治學院就是出了很多法國的President 所以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政治的一個學校 但是之後呢他們家家到中卧 後來她就輾轉還是很喜歡藝術 她之前有開過一個畫廊 她裡面展出的藝術就是比較超現實主義 就像Matisse、Picasso跟Dolly 她們這種比較瘋狂的藝術家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 跟Dior的那種比較簡單的線條 跟優雅的線條其實蠻衝突感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跟這個來呼應 就是Alex Shelly 她也是比較同趣的那種畫風 然後到了1946年 Kristine Dior 就在蒙田大道30號 建立了第一間Dior的店 那她的inspiration就是在這裡 Dior現在現任的創意總監 Maria Grass呢 她就有為Maria出了一些像是包款啊 讓現在的年輕人更加喜歡Dior這個牌子 那她這邊就是有一些花 然後這邊就是蒙田大道 那這邊看到他們Logo的地方 就是Maria蠟燭 Kristine Dior曾經講說 僅次於女人上帝創造最美的東西就是花 可能跟她的母親在她小時候的時候有種花 給她一些花藝的藝術的影響有些關係 所以你在Dior上面看到的很多都是 像這種有種超現實主義 然後還有花還有一些比較優雅的一些款式 像是Miss Dior的香水 Drogue的香水 都是一些優雅的代表 二次世界大戰比較復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男人都去打仗了 所以其他勞力的工作就必須要女人來做 那時候的風氣又比較保守 所以女生都穿的是比較工作服 那Kristine Dior就覺得說 她想要還給女人一個美麗的樣子 那時候出了一個New Look的造型 就是非常的Elegant 然後展現出女人的曲線 這也是跟Kristine Dior先生 她的幸運數字八 她就住在法國巴區 她覺得八就是像是女人的曲線一樣這麼漂亮 那現在我們就來拆箱 這個Christmas Calendar 它總共有24個迷你非常漂亮的產品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開始 我覺得它出這樣子 我真的是很難把它下手下去 那第一個就是Miss Dior的迷你版香水 超漂亮的香水 然後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在哪裡 Where is number 2 What's here 2號在這裡 這個是Skin Glow Forever 1N Foundation 是個迷你款的 No.3 3號的 3號的這個是 Sauvage的香水 我覺得她的味道 超適合Shawn的 很像 就給Shawn了 超適合她的 再來拆第四個 喔這個是他們的唇米 然後再來是5號 喔是Judor的香水 看她的形狀 我現在雖然這邊看不太到 但是我看她的形狀就知道了 其實我沒有聞過Judor的香水 嗯 她真的是一個很優雅 成熟的那種味道 6號在這個角落 Super Potent Serum 嗨 欸小鮮來 來什麼 那叫什麼 探班 嗨小鮮 嗨 小鮮現在我們要看7號了 7號剛好在這下面 這個是指甲油 指甲油 欸不能吃 不能吃的喔 好我們先來拆8號了喔 8號在哪裡 在這裡 我已經把它撕破了 Jasmine 這個也是香水 這個包裝太可愛 就是整個就是香水的迷你 欸不能吃 香水的迷你版 啊不能吃啊 好我們再拆一個 你就退場了喔 9號在這裡 來小鮮呢 9號 喔完了 9號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Dior Prestige的保養品 你要專心 你要專心 你要跟大家介紹 啊不能吃啊 這是不能吃的啊 這個是 cleansing foam 是洗臉的 非常美麗的 對 非常漂亮的 洗臉的 你長大就可以洗了 10號 是Dior Homme的香水 Homme的意思是就是 French裡面的Mes 所以是男性香水 我來幫Shawn來聞聞看 他怎麼樣 嗯很香欸 欸我覺得這個 男性香水 Shawn都會喜歡 不錯 我們猜13 我已經不知道猜到哪了 Dior的Mascara 它是這種粗頭的 所以它是比較 濃密款的 欸12在這裡啦 我現在來找到 這個是Dior的 我來看看 它是 Long Lasting Energy Creme 它是保養品 好14呢 這個是Dior Prestige的 Creme 這盒子也太漂亮了 算了我們就猜16好了 16 另外一個Crescent Dior的香水 欸它的蝴蝶結不一樣 剛剛第一個的蝴蝶結是這樣子 畫這個蝴蝶結是這樣子 17 這真的整個就是跟窗戶一樣 Mentania 他們那一棟建築的窗戶 喔這個是也是Foundation 這個是1N 這個也是1N 那這有什麼不一樣 它盒子後面都會有 它有什麼產品的解說 我剛剛看到了 其中一個呢 它是Lasting Hydration 就是比較保濕的Foundation 另外一個就是 Lasting Comfort and Care 我拆的是18 這個是Eye Serum 這個刷脫就是 你在用眼霜的時候 可以順便按摩你的眼睛 好啦我們拆19 我剛好在旁邊 完全不知道這是哪裡拆哪 這也是Dior Prestige的 Micro Lotion的Rose 這個是我知道是蠻多人評價這一瓶的 它裡面就是有玫瑰 然後這個系列都一直都是蠻多人討論的 我覺得還蠻好的就是你可以去試試看 看這一系列哪個產品會比較適合你的膚質 我們15沒拆 我們現在來拆15 我終於找到15了 15 喔是一個唇膏喔 是它們非常標誌性的這種紅唇的顏色 它是非常那種滑潤的那種唇膏 20 這應該也是香水喔 這個是Lucky 我覺得它是跟前面的比起來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成熟的感覺 比較年輕 而且日常會比較萬用那種感覺啦 好再來我們就拆21 21這個也是 這是the rose的serum 欸這個不是也是serum嗎 喔這個是lotion 所以我們剛剛猜了一個是lotion 一個是serum 11沒猜欸 現在才發現 11是messdior creme the rose 喔它是hand cream 它是護手霜 它超香 香到爆炸 我覺得喜歡太護手霜的一定會喜歡欸 因為它質地其實沒有說很黏 但是你會覺得非常濕潤 重點是它很香 這個自己偷偷拿起來 那我們現在猜23囉 22啦 22也是另外一個cristine deor的唇膏 這個應該是sidan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亮面的 那這個是霧面的顏色 再來23 也是chartoro的香水 好現在我們就要來拆我們的重頭戲了 其實我覺得這盒子做蠻可惜 就是它拆了之後就這樣 會這樣開著嘛 你要把它合起來的話 它就是不會像你拆之前這麼完整 但是我有看它們mini款的 mini款的就是它們像門一樣 所以你就打開門 然後你可以把它關上去 所以都是一樣樣子 mini款的calendar呢 它就是有四款 所以看需要 我覺得也不錯 然後再來重頭戲就是 它們logo這邊的第24個 就是Montania的蠟燭 我們趕快來拆看看 它們就是把它擺在重頭戲 你看它上面還有30 Montania 它上面的花紋就是Alice Shelley 它上面畫的Garden 的一些圖樣 然後拆開 它就有一個解說的地方 Composed by our perfume creator The sing candle 30 Montania with oriental and spicy notes 真的蠻值得收藏的 真的有聞到那種 spicy的味道 在用這個蠟燭之前 它說 Please read the instructions before lighting your candle 你要燒的好一點的話 你要把它放在平坦的位置上面 而且它也建議說 你要燒蠟燭之前呢 放的地方最好是有隔熱的功能的 For each use Remember to trim the wick of your candle to avoid black smoke 所以就是你不想你的蠟燭燒起來有黑煙的話 你要記得就是把這個蠟燭的線 你就要定期的修剪 好 那我們這邊這樣就拆箱結束了 希望你喜歡我的介紹 我想要回饋給一直支持我的你們 所以我想要送給大家是 迷你版的Christmas calendar 那抽獎的辦法都可以閱讀下面資訊欄 然後Calmen你最喜歡的哪一個產品 或是你對哪一段Christine Dior的故事 最深刻的一個地方都可以告訴我 那希望大家有一個美好的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Bye